HELLO 我是Kai 今天要來分享陰陽思路版體驗服6月27日部分的維護詳情 首副的決議 絕版限定SSR犬夜叉和殺生丸降臨平安京 目前我們已經知曉了他們覺醒後的模樣 嗯 就是這樣 也有玩家問為什麼不是黑法的犬夜叉 對此掃地弓表示和版權方溝通後 根據原著的設定黑法狀態不能進行戰鬥 維護後至7月8日 玩家們可在白詭異中進行搶先體驗 Skashi 因版權方要求 希望參與體驗測試的陰陽師們 不要將監修中的內容向外傳播 對於這點你我可能都很好奇 一般來說在體驗服推出了的新東西 就等於公諸於世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暫時就無法分享相關內容給大家了 Skashi 哈哈哈 這事情還是很難阻止吧 會不會是因為害怕角色還沒正式推出 結果就被罵到翻天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 純粹是猜測 不過說到被罵呢 最近官方也因為這樣而決定在遊戲內外暫停公布化石的名字 光聽起來就很多糾紛 還是說到這裡就好了 優化了陰陽療相關的一些基礎功能 為了方便陰陽療更好的進行管理 新的日誌除了記錄陰陽療資金相關變動之外 增加了成員變更成員活動 療維護情況等記錄 擴展了副會長的權限 副會長現在也可以使用招募功能 發布公告和主動邀請未入療的玩家 加入本療可在管理分頁中點擊管理按鈕查看和使用 允許玩家制定一療內各個副會長的職位逆稱 方便更好的管理陰陽療同時增加樂趣 職位逆稱將顯示在陰陽療成員列表及頻道中 此外 會長們的祈願將優先顯示在列表上方 最後一項降低了成就人多四中四合五的要求 方便各個陰陽療更快達成目標 修復了妖狐釋放技能狂風刃眷使攻擊次數可能異常的問題 是不是吐到連系統都計算不了啊 哈哈 同時官方也略微下調了妖狐秘魂副本各層BOSS的攻擊力 今天的分享先到這裡 喜歡的話歡迎點個讚 想追蹤最新的直播以及影片也可以訂閱頻道並開啟鈴鐺 以白鬼一結束時間來推測的話 我猜體驗服會在7-11開啟全夜叉活動 正式負責是一週後的18日 大家也覺得是這樣嗎 至於亞洲服如果近期內沒有公佈相關消息 那應該就不會同步推出了 嗯會先來的有可能是賣藥狼第二期吧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陰陽師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我們下一個 Sigd